歡迎收看小小老師 佩妮教數學 我們這集要來介紹一個非常重要的 巴斯卡定理 大部分的講義上 介紹到巴斯卡定理都會提到 把它當成一種速算的工具 我們等一下也會介紹到 但是我在這裡 我們會側重在 把巴斯卡定理的這個概念 去做一個現實層面的理解 而且延伸 事實上你如果能夠懂得這個想法的話 在後面學機率的時候會非常的有用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 就是我們說在講義上 你可能會看到的所謂的巴斯卡定理 你可以這麼去理解 全班20個人任意選5個人保送上台大 那要選哪5個 老師總共會有C20取5種的選擇方式 因為選上的人就是上台大這樣子 所以他是沒有排順序的 所以20個人裡面選5個 也就是20接除15接5接 那15個沒選到的不排 5個有選到的也不排 那如果以A的角度 A就是說我有上還是我沒有上 如果我有上 那你們剩下19個人選4個 那有幾種選法 那4個有上 我15個沒上 C19取4 那如果說A自己也沒上的話 那剩下19個人有5個名額 所以老師有幾種選擇呢 19個裡面挑5個不排 是C19取5 總共合起來 那我們再看一次 總共合起來是 在20個人裡面挑5個 這樣的情境被我們分成 A有上的C19取4 和A沒上的C19取5 這兩者之間是既沒有重疊 也沒有漏 因為要不然就是A有上 要不然就是A沒有上 所以C19取4加C19取5 就是C20取5 你會發現它上面兩個 這個19是一樣的 下面差1 所以這個我們就出為是巴斯卡定理 如果你兩個C相加 上面相同 下面差1的話 那麼會怎麼樣呢 會得到最後是上面加1 然後下面留下大的這個5 那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例如這個C4取4加C5取4加C6取4加C7取4 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說 我為了要得到這個上面一樣 那我對上面都不一樣嘛 所以怎麼樣呢 把C4取4當成1 然後1呢 同時又是C5取5 那這種題目 它要你去做這個速算 一定會像這樣子設計好 所以不用擔心 一定可以這麼做 然後變C5取5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上面一樣 下面差1 會怎麼樣 上面加1下面留大的 所以你會得到的是C6取5 那又可以跟後面的C6取4 相加得到C7取5 又可以跟後面的C7取4 相加得到C8取5 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觀察一下 等於說你最後加完這個之後 你會得到的是 上面也增加 下面也增加 所以我們就可以直接跳到結果 我最後加完這個19取4的話 我會得到的是C20取5 而它的前一個 這邊前面合起來應該是 C19取5這樣子 那最後答案是C20取5 這就是所謂的巴斯卡定理 然而呢 我要強調就是說 其實真正重要的是這樣子的概念 也就是我所謂的 巴斯卡定理的延伸 你們後面會看到 我講到這句話的意思 是就是這件事情 我們再來看 這個例子 全班20個人 如果選5個保送上台大 也是一樣是C20取5 這個時候我考慮的不是只有 A一個人 我考慮的是ABC三個朋友 他們三個人在全班20人 選5個上台大的情況裡面 他們三個有可能全上 有可能只上兩個 或只上一個或每一上 那最後的 老師挑到底要挑誰上台大 最後的挑法有C20取5種 這個C20取5種裡面 如果這三個人全上 他們這邊就是全上就一種挑法 可是剩下兩個名額 17個人去分 那17個人分兩個名額 有幾種呢 有可能是他跟他 或者是甲跟乙這樣子 有C17取2 那也有可能說 ABC三個人只上兩個 那只上兩個是哪兩個 是AB還是AC還是BC 就C3取2種 那這個時候剩下17個 分三個名額 有17取3種 那如果三個人只上一個的話 是C3取1種 剩下17個人可以推4個 出去是選了哪4個 沒有排順序 C17取4 或者是C3取0 三個都沒上 剩下的人分5個名額 是C17取5 那這樣子就是全部的 C20取5種的選法 類似的情況以後我們遇到一個 本來比如說是像C20取5 我就把它分組 比如說我們班這個 男生12個女生18個 要選5個出來當這個拍拍 那個畢業照站在最前面的好了 男生12個裡面選中幾個 那女生18個人裡面又選中幾個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所以說男生12個 有可能5個都男生 那女生就沒有 也有可能4個男生 那女生就一個 也有可能3個男生 那女生就2個 也有可能2個男生 那女生就3個 也有可能1個男生 也有可能1個男生 女生有4個 或者是 沒有男生 女生有5個 這樣就會回到原本的這個 C 我這樣是30個人 Sorry C30取5 我們剛剛原本講20個 30 30個人 這樣就變C30取5 就是你30個被分成 12個一組 18個一組的話 然後你總共要取5個的話 那這5個在這一組分幾個 這一組分幾個 好 那我剛剛提到 我們後面學到機率 在古典機率裡面呢 常常會需要像這樣子去討論 然後裡面可能有一些 有某幾項是你要的 然後他的分母就是這個 C30取5 於是你就會寫出一個機率 好 那我把它稱為 巴斯卡定理的延伸 這是我自己的講法 那很多人他 反正就是這麼一回事嘛 他並沒有給他一個額外的名稱 那我是在巴斯卡定理的這個單元 因為我 選擇用像這樣子 比較具有意義的方式 解釋巴斯卡定理的時候 就會發現 那其實 像這樣的計算呢 是同一個想法 所以我們把它 當作是一種延伸這樣子 那所以說像剛剛這樣子 我們來以這個 不用數字 用符號來表示 等於算是取一個通則 我原本要CN取M 那現在我把它分兩組 我這裡說以其中R人的角度 其實就是說你把它分兩組 一組是R個人 一組是N-R個人 那總共有M個名額要分的話 那這個R個人到底有沒有全上 我這裡的第一個是說R人全上 所以後面這裡是N-R取M-R 那在這裡提一點就是說 即便我的R比M大 那你就會發現 你的第一項沒有辦法寫成CR取R 就會變成CR取M 但是概念上就是我剛剛講的一樣 就從最高取M 然後下一個就取M-1 取M-2這樣子 就是說 我們可以把它去這樣子分 R的這一組和非R的那一組 然後你的名額 R到底有幾個 陸陸續續的 一直越來越少 到最後R0個 然後名額全在另一側這樣子 那全部合起來就會是CN取M 所以說這是一種巴斯卡定領的延伸 或者我們可以講 我們剛才看到的這個巴斯卡定領呢 我可以在前面多乘一個 因為我不講說A有重嗎 A有重那是A一個人 R有重 所以它是什麼樣 它是CE取1 那A沒重是CE取0 對不對 所以這樣就符合我們上面這個格式 就你這兩個合起來就是N 然後你下面這兩個合起來就是M 然後隨著這個 這一組 少一個 另外一邊就多一個 那懂這個概念很重要 我自己是覺得比這個速算 比我們剛才看到這個 速算還要重要一點 不過我們還是來看一下 常常出現在講義裡面的 關於巴斯卡 定理的使用 兩種題目的類型 一種是像這樣子 C2取2加C3取2加C4取2 它會有一個特色就是下面一直固定是取2 那另一種是這樣子 C3取0 C4取1 C5取2 那你會發現它有一個特色就是上面一邊再加的時候 下面一直在跟著一直加1 那你等一下就會發現其實這兩種是一樣的意思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題怎麼做 以我們剛才的方式啦 我為了要做到這個巴斯卡定理 再強調一次上面一樣下面差異就會發動 你湊齊這兩個條件就會發動 所以的話呢我們上面都沒有一樣嘛 我們就利用這個C2取2是1 是C3取3 喔 於是就開始啦 對不對 發動魔法卡 陷阱卡 C3取 3加C3取2是C 上面加1下面留大的C4取3 你發現它可以跟下一個再發動一次 陷阱卡巴斯卡定理 那你就知道自己做對了 C上面加1下面留大的C5取3 那一直做到你就會發現說 所以我跟這個結合之後留下來的是上面也加1下面也加1 所以這個是 C13取3 它的前一個會是C12取3 所以最後這裡是C13取3 那我們現在看第二種提醒 我們剛剛講到說就是 它的特色跟上面不一樣 它下面是一直不斷在加 就沒有一直維持固定是這個取2取2 那上面一直在加1 為了要做到 上面一樣下面差1 所以我們現在要怎麼辦 我們會把這個C3取0一樣變成1 變成跟後面這個一樣是4開頭的取0 這樣就有上面一樣下面差1 然後怎麼樣上面加1下面留大的 所以是C5取1 當你發現它又可以跟後面一起發動 巴斯卡定理 留下C 上面加1下面留大的C6取2 你就知道你做對了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它一旦跟這個合併了之後 留下來的是變成怎麼樣 上面加1下面不動 因為上面這個時候它這個1就是最大的 比較大的 所以這個也是一樣 跟它們兩個發動完留下來的是上面加1下面不動 所以它會跟前面這個合併完留下來的是上面加1下面不動 這樣子 然後而且你會發現我這個上下差4 這個上下差4 差4差4差4 所以做的是對的 那於是最後的答案就是C14取10 可以嗎 在這裡提供第二個做法 所謂的三角形法 就是我們來畫這個巴斯卡三角形 巴斯卡三角形我們在這個第一冊第一章的時候 帶大家做過 那後面陸陸續續也有在接觸到 不過我們還是來完整的介紹一下它 一開始是用1 1 然後1加1是2 旁邊這兩個就1 1一樣1 1加2是3 1加2是3 1 如果有一路看我的影片的話你就會知道說這個同時它就是什麼 它就是x加y x加y平方係數就是x平方加2x加y平方 x加y三方係數就是x三方加3x平方y加3xy平方加y三方 那就是x加y四次的係數 你如果有負號就是1正1負 如果是x減y的話就是1正1負 那為什麼會這麼巧呢 就是說因為我們在算這個11 11的平方也是121 那11的三次就是1331 11的四次就是146 11沒錯 那 我們在算這個 11的比如說我已經算出11平方了 那我要算11三次呢 你是拿121乘11 那你在進行計算的時候就是 這個乘121是121 這個10乘121是121 你看你是不是就是11加23 1加231 對不對 接著去算11的四次就是1331 再讀一位1331 那就11加343加363加14 所以就是像這樣算 但是到第五位開始就不符合 就不符合那個11的次方了 可是它還是仍然是那個x加y5次的展開 它是150151 而且它同時就會是 而且它同時就會是 這個 你可以說它是C1取0 C1取1 這個是C1取0 C2取0 C2取1 C2取2 C3取0 C3取1 C3取2 C3取3 C3取3 C4取0 C4取1 C4取1 C4取2 C4取4 C4取4 C4取3 C4取4 C4取3 C4取4 C4取4 好那我們剛剛有提到 這個為什麼巴斯卡定理上面的數字跟11的次方 是一樣的 但是我們在很快的說明一下 就是說為什麼它又會跟 x加y的係數 或者說 a加b的係數 展開來的時候的係數會是一樣的 我們看我們三次的話 如果我要算x加y的三次 它其實是拿x加y平方再乘x加y 所以我x加y平方再乘x加y 如果用直式去算 像我們剛才用直式算乘法一樣 那你是不是y乘這個是y三次 y三次 然後 y乘這個是2xy平方 y乘這個是x平方y 然後x乘這個 4x三次 然後2x平方y 然後 xy平方 那你會發現我們就等於是剛才乘11這樣 把這個係數121 然後往前挪移位121 所以對齊加下來就是1 1加23 1加23 然後這個1 對不對 所以同樣的道理 如果我要再去算4次的 我是不是就會把那個1331的係數 乘到y的就留在原地 乘到x再往前挪移位 你就會出現 這個1加34 3加36 3加14 這樣子 就14641 那所以說 這個巴斯卡電力這邊展開的情況 就會跟 我們 這個 二項式展開 x加y的N次 我們叫做兩項 的N次的展開 二項式展開 係數會一樣 在這一張的後面會有專門一小節 討論它衍生出來的很多特色 那在這裡呢 再說一下 那為什麼它又會跟 我們的C級局級一樣呢 除了說算出來真的一樣之外 那為什麼它會剛好等於C級局級呢 這個道理也是很簡單 我們看三次的這個 你x加y三次的話呢 那你其實是 三個x加y 加在一起 乘在一起 我發現有的學生 對這件事情的想像不夠好 那我都會這樣子建議 就是 老師可以先算這個 A加B乘 C加D 那我們就 分配率國中學過嘛 對不對 它是 AC加AD加BC加BD 對不對 那如果我再乘 比如說 x加y 所以這個再乘 x加y 我把它乘在前面 這裡 那分配率大家應該都會想像吧 就是x乘ac 對不對 所以你會有xac xad xbc xbd yac yad ybc ybd 所以呢 是不是就是代表說你的x 選a或選b 然後選c或選d 整個算出來會有八項 對不對 2乘4是八項 那是不是就是2乘2乘2 總共會有八項 因為你每個括號可以選擇出前面還是出後面 如果今天我有 a加b的五次 對不對 4次好了 我們 那個 手動展開的極限 5次太大了 不想展 4次 那他是不是 a加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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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這4個括號叫做1234 對不對 我今天要出現a3次b 4個括號裡3個出a一個出b 所以 這樣子嘛 他出b或他出b或他出b或他出b 是不是會有4個 每一個都會讓我出現一個a3次b 所以我a3次b總共4個合起來會有4嘛 那這是怎麼來的 這是4個括號裡3個出a一個出b 所以是4接除3接1接 也就是c4取3 對不對 那如果我要有a平方b平方呢 4個括號裡2個出a 出b我們就不管了 反正不出a就要出b 你可以是12出a 13出a 14出a 對不對 2就不跟1了 2324和34嘛 這樣總共有6個 我們之前已經數過了 那這個6是怎麼來的 這個4接除2接2接 因為兩個括號出a兩個括號出b 這就是c4取2 所以說c4取3就是4 c4取2就是6 可以嗎 那1510151 我寫在這裡了 就是c5取0 取1 取2 取3 取4 取5 就是1510151 那 我會要學生寫到他的下一行 他的下一行是 這個 我們這裡沒位寫的 1615 20 15 6 1 你如果有把這一組 數字記起來 那麼 你不但是在做x加y 一次到6次 你都可以直接寫出來 而且你的c 6取0 到取6以前 c1取2取3取4取5取6取0到6 你都可以直接打出來 可以嗎 你會發現後面我們有的時候計算 c6取4多少 就會直接打c6取4就是1615的15 因為c6取4就是c6取2 那就是這個15 所以說 所以說 我們這裡的這個 c的寫法來寫這個巴斯卡三小型 你也可以把它主右反的寫 就是我這邊2 我也可以先取2 取1再取0 我的3也可以寫這裡是3 這裡是2 這裡是1 這裡是0 都一樣都可以 好 那怎麼用這個巴斯卡三小型來去解這個 來去解這一題呢 我們再 這個很快的做一次 那我們可以建構一個巴斯卡三小型 如果你真的在考試的時候 你要用這個三小型法的話 你不用寫得那麼完整 然後你也可以不要寫c 因為你寫那個1 2 1 3 3 1會更快一點 對不對 但是你心裡知道他們是c7取7 所以你要夠熟 那我們來看題目 題目要的是c2取2 c3取2 c4取2 你有沒有發現下一個c5取2 它在這條斜線上面 那我們這條斜線按它的要求 一直走到最後的這個c12取2 可以嗎 那所謂的三角形法的做法就是這樣子喔 我走到底之後呢 走到它要的最後這個c12取2之後呢 轉向 什麼叫做轉向呢 我如果再繼續往下走 那我的下一個是不是會是c13取2 可是我不要喔 我要轉另一頭 這個就會是我們的答案 所以我們的答案是c13取3 所以你轉向之後就會有答案 走到底 再往下走一格 但是是轉向走的 這樣就會有答案 就是c13取3 這就是所謂的三角形法 那你看我們現在這個下面這題 也一樣可以用三角形法喔 那我還是用上面這個圖 換個顏色 c3取0 他現在要c3取0 c4取1 c5取2 那所以他會一路一直取到 他到這裡是c13取10嗎 對不對 到這裡 然後怎麼樣 走到底 轉向 我如果不轉 欸我現在這個動作就是喔 教你怎麼樣做會更容易對 然後順利的想下去 就是說你如果想說轉向是怎樣 那我現在教你 就是說我如果不轉 我如果不轉 我的下一格會是c14取11 但是我就是說我們走到底要轉向 所以要轉向的話你的 答案就是c14取10 我剛剛的答案剛好寫在這個文字上 可以嗎 所以他就是這一題的答案 所以 不管是上面這種題型還是 就是下面一直2的這種 還是下面一直加的這種 他其實都 可以用這個所謂的三角形法去處理 那也透過這個三角形法 我們可以理解到 我剛剛說到說 這兩種題型其實是同一種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 c有互補信 所以你在這邊 你看你 2取2 3取2 4取2 5取2 我剛剛講說如果我顛倒寫 你的這個其實是2取0 對不對 你的這個其實是2取0 2取2就是2取0 3取2就是3取1 4取2就是4取2 那 5取2就是5取3 那其實你是不是就變成下面這種 就是0123一直往上加的 所以其實這兩題是一樣的東西 因為他在巴斯卡 三角形裡面剛好是顛倒寫都沒有差的 所以他們用的解法也可以是一樣的 可以嗎 在這一集呢 我們最後來看這個問題 也許你會看到像這樣的題目 他是c10取0平方加c10取1平方加c10取2平方 一直到c10取10平方 那你想說 都平方了 這樣是怎麼做 這其實是一個巴斯卡定理的 我們剛剛看到那種延伸問題的 一個變形 就是 南上加南 他怎麼做的呢 其實c10取0是 就是c10取0的平方嘛 就是c10取0乘c10取0 c10取1的平方也是c10取1乘c10取1 那幹嘛把它分開來成 因為我們要把其中一個換掉 c10取0就是c10取10 c10取1就是c10取9 c10取2就是c10取8 最後這裡c10取10的平方 一個換成c10取0 那你就會發現怎麼樣 符合我們剛才說的 他的這每一個加號 分隔開來的一組一組裡面 上面這兩個合起來都是20 而且是固定的 就是10 10 10 這兩個不一定要一樣 但是他們兩個要一直吃固定的數字 比如說你可以是7和13 7和13 7和13 這樣 那我們現在是10 10 下面合起來一直固定是10 那就是怎麼樣 這個故事就是我們這裡 20個人中要保送10個人 那我現在以 假如說男生10人女生10人 所以10人跟10人的角度去看 男生上幾個 女生上幾個 男生上 這個1個的話女生上9個 女生上9個是拿9個 然後男生上2個的話女生上8個 女生上8個是拿8個 這樣 所以這裡合起來就會是 這個c10取10種 所以就是c20取10 那我們這樣就上這裡 所以這兩個人 包包包吧 那一呢 在我這兒